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宝宝呀 妈妈带你去照相 你高兴吗 照相多好呀 就爸爸坏 不带咱们去是吧 不过没关系 妈妈在团团去也是一样的 推着婴儿车到了影了楼下 寒雪犯起了愁 楼下有这么十几节台阶 寒雪试了一下 婴儿车太沉了 他一个人抬不动 他抬头又喊了几声 可楼上也没有人答应 没办法 寒雪只好把婴儿车留在了路边 又伸手拉下了遮阳棚 一个人跑到楼上去招呼人 惦记车里的孩子 寒雪没敢进屋 拉开了房门就冲里面喊了几声 影楼的服务态度非常好 接待人员闻声赶紧跟了出来 一前一后跟着寒雪就下了楼 楼下婴儿车还停在路边 寒雪走到旁边呢 地下身从婴儿车下面的夹层里掏出了小包 背在了身上 然后呢 两只手抓住了婴儿车的横梁 此时跟下来的接待员呢 也抓住了婴儿车的另一旁 两个人抓住婴儿车这样往上一使劲 婴儿车一下子抬了起来 可抬起婴儿车 寒雪一下子就懵了 这车怎么这么轻啊 他觉得心里咯噔一下子 血液都涌到了脚上 他颤抖地伸出一只手 扯下了遮阳棚 只见婴儿车里 小辈子全在了一旁 墙堡中的团团却不见了 就这前后一分钟的时间 孩子就不见了 这让寒雪吓得惊慌失策 他赶紧通知了丈夫 同时报了警 侦查人员接到报案后 迅速对整个城市的交通枢纽和出城道路进行了布控排查 然而直到深夜都没有得到关于小团团的一眼儿消息 一连几天呢 整个城市都陷入对孩子的寻找当中 可就是阴性全无 张家鹏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在报纸上和电视上都打了悬赏广告 奖金从五万元涨到了十万元 又到了二十万元 可就是没有任何关于孩子的消息 好好的孩子就这么一分钟的时间就没了 张家鹏和韩雪夫妻二人陷入了绝望 他们两个原本是大学的同学 这大学毕业之后呢 就一块创了业 就像很多创业故事一样 两个人也受过苦 挨过穷 也经历过情感危机 一直到孩子的出生 才让这个小家庭平静了下来 张家鹏的工作忙 这孩子已经快半周岁了 还没顾得上给孩子照摆天照 韩雪等不及 这一天呢 趁着天好 就自己带着孩子出来了 可没想到却出了这样的一件事 把孩子弄丢了 开始的时候 这两个人还能互相安慰 互相鼓着劲儿说 孩子总会找到的 可时间一长 两个人就只剩下了对着流泪 再到后来 干脆就是相互的指责和埋怨 张家鹏责怪韩雪没有把孩子照顾好 他说 你是怎么想的 你怎么能把孩子放在车里 留在路边呢 韩雪也在责怪张家鹏 他觉得 如果张家鹏那天能和他一起去 就绝对不会出这样的事 他对张家鹏说 你怪我 你有没有想过 照相人家都是爸爸陪着 你那天干嘛去了 就这样 争吵一天比一天升级 到最后 张家鹏干脆摔门离开了家 离家出走的张家鹏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去 浑浑噩噩的他不经意的就开车回到了单位 自从孩子出事之后 张家鹏已经三个月没去个单位了 此时已经是下班的时间 办公室里静悄悄的 张家鹏看见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资料 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把脑袋埋在了桌上 痛哭失声 也不知道哭了多久 张家鹏突然觉得有个人轻轻地拍了自己的肩膀 他抬头一看 吓了一跳 来人是自己过去的助理 名叫任小莹 说是过去的助理 其实也是张家鹏曾经的情人 在张家鹏和韩雪关系紧张 团团没出生的那段时间 张家鹏曾经跟任小莹好过一段时期 后来团团出生了 整个情况都变了 张家鹏决定回到家里做个好丈夫 就这样和任小莹分了手 这次分手对任小莹打击非常大 她和单位请了定假 一连好几个月都没上班 没想到这个时候突然见到任小莹 张家鹏吃惊地问 小莹 你怎么来了 任小莹淡淡地微笑着 张总 听说你家里出了事 我来看看你 听到任小莹这么说 张家鹏心里更不过意了 他低声地问道 你不再怪我了 任小莹微笑着摇摇头道 我知道 你有妻子有孩子 咱们认识的时候我就知道 你想回家过日子 我能理解 咱们在一起曾经拥有过一段时光 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张总 我知道你现在家里遇到事了 你心烦 可是呢 我也想为你做点什么 现在单位一百多口子等着你吃饭呢 你现在也没心思 我想回来呢 上班 抛开私人感情不谈 这个任小莹的工作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他一回来就把公司上上下下 打理得井井油条 眼看着公司又走上了正规 张家鹏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寻找女儿上 他每天都在外奔波 家已经很久都没有回去过了 即便是没在外面寻找女儿的时间 张家鹏也都留在了公司 他不想回家 不是他不愿意回去 而是他不敢回去 那个家对他来说就像一座坟墓 团团曾经玩过的玩具 曾经睡过的小床 每一样东西都在提醒着张家鹏 他曾经拥有过什么 他现在又失去了什么 张家鹏也不愿意面对寒雪 每当想到寒雪 他心里都忍不住埋怨 忍不住恨 他就在想都愿寒雪 如果不是寒雪把孩子丢了 他现在该多么幸福 这样的日子一直过了一年 最后还是寒雪再也无法忍受了 他跟张家鹏提出了离婚 拿到离婚证的那天 张家鹏来到了任小莹的家里 他敲开了房门 一把把任小莹抱在了怀里 他流着泪说 小莹 我现在只有你了 你不要离开我 四个月之后 张家鹏和任小莹结婚了 可再婚并没有冲淡 张家鹏内心的痛苦 每一天 他不是呆呆地坐在那里 思念团团 就是一页一页地查资料 查找寻找女儿的线索 有的时候张家鹏会突然间得到一个消息 然后就招呼也不打的 就自己一个人跑了 然后几天之后才失魂落魄的又再回来 这样的日子让任小莹也非常痛苦 他骗张家鹏说 再要一个孩子吧 再要一个孩子 会减轻张家鹏对团团的思念 可张家鹏却说什么也不同意 他说 如果他决定再要一个孩子 就等于承认团团再也找不到了 而他相信团团一定能回来 这样的日子 任小莹一共过了八个月 八个月之后 任小莹和张家鹏提出了离婚 他对张家鹏说 我努力了三年 可是我还是没有得到你 以前你不爱我 你爱你的妻子 你现在也不爱我 你爱你的孩子 不管我怎么努力 怎么争取 我还是没有办法得到你 亲生女儿失踪后 他将情人女儿视为亲生 他觉得自己的家庭还是完整的 他有妻子 有孩子 偶遇前妻 情人女儿被指认竟是丢失女孩 什么男男 你再仔细看看 他就是我们的船船 这是我的女儿 是前妻无中生有 还是女孩身份 却有蹊跷 偷走女婴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经历了两次的失败婚姻 张家鹏彻底的把自己的内心封闭了起来 他迷上了摄影 一有空就和很多发烧友一块 到名山大川去拍照散心 2012年的夏天 张家鹏来到了丽江 此时正是旅游的旺季 整个丽江啊 到处都是游人 不过这游人之中 很少有像张家鹏这样的独行课 大部分都是一对一对的情侣 还有父母两个带着孩子 人群之中 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微笑 这种微笑仿佛刻意的的衬托着张家鹏的不幸 张家鹏不愿意去看 可又忍不住不去看 就像他面前的这一对母女 那个女子大概三十多岁吧 你看他手中领着那个孩子 大概四五岁 那是个小女孩啊 他的团团如果没丢 也是这个年纪吧 看着前面那对母女 张家鹏在心里幻想着 那就是韩雪和他的团团 而他呢 正在紧紧的跟在他们的身后 就这样 不知不觉的张家鹏跟了一条街 又一条街 前面的女子察觉到了身后 有人跟着 猛的一下站住脚 一个回头 你干嘛 干嘛跟着我 就是这一个回头四目相对 两个人一下都愣住了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分别了整整两年的任小营 想当初任小营和张家鹏离婚之后 任小营就辞了职 回了老家 两个人已经两年没有任何音讯 此时在这内江古城再次相逢 两个人四目相对 百感交集 张家鹏拉着任小营和小女孩一块到街边的一个茶座坐了下来 两个人对着 说起了这几年各自的经历 任小营告诉张家鹏 当初离婚之后 他赌气回了老家 不到半年就嫁人了 对方呢 也是离异的 带着一个四岁的女儿 说到这儿呢 任小营指了指 正在门口玩耍了小女孩 说她的名字叫南南 今年五岁了 张家鹏听说任小营已经在婚了 心里突然有点酸溜溜的 他问任小营 你爱人呢 他也来了吗 任小营苦笑的 他去年出交通事故 死了 就留下这个孩子给我 张家鹏又问 那孩子的亲生母亲呢 任小营摇摇头 不知道 当初他们两个离婚之后 孩子的妈妈就走了 这些年也没有音讯 找不到了 不过就算能找到 我也不想找了 这孩子跟我亲 跟亲生的一样 我们两个现在就相依为命了 雪山古城 他相依固之 两个人都放下了曾经的安安怨怨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 这张家鹏和任小营一块 带着男男在附近游玩 三个人一块去了玉龙雪山 又一块骑马逛了拉什海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很快假期就要满了 张家鹏就要回去了 可此时的张家鹏 再也不想离开 任小营和小孩子嫩嫩了 这几天的时光 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 他觉得自己的家庭 还是完整的 他有妻子 有孩子 他渴望这种感觉 他希望他能够永远留下来 就这样 张家鹏把任小营和男男 带回了自己的家 有了任小营和小男男 张家鹏五年来第一次觉得 房子里又有了家的感觉 为了留住母女俩 他给男男买了很多衣物和玩具 不知不觉在他的眼里 已经把男男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女儿 可是好景不长 一个人的出现 让他们的生活掀起了惊涛骇浪 这是几个月之后的一天 这天张家鹏和任小营 带着男男一块去了百花商场的儿童乐园 刚一上到三楼 张家鹏迎面就看到了自己的前妻 韩雪 韩雪明显老了 脸颊消瘦脸色苍白 看到张家鹏和任小营 一边一个用手牵着男男 韩雪一阵冷笑 行啊 你们过得挺幸福啊 不是听说你们已经分开了吗 怎么又在一起了 说到这儿 这韩雪用眼睛斜了一下任小营 你也真行啊 又破镜重圆了 真的是手的云开见月明 一看这韩雪说话不客气 这张家鹏赶紧上前一步拦在了前面 韩雪呀 这咱们的事都过去好多年了 我已经放下了 你也放下了 我希望你能够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 说到幸福 韩雪又是一阵冷笑 没你们幸福呀 你看你们现在过得多好呀 有家庭 有孩子 说到孩子 韩雪的眼睛不自觉的扫向了下面的小男男 看到男男 韩雪像愣了 她猛的一下蹲下身 把小孩子抱到了怀里 用两只手去扒了孩子的头发 扒开头发之后 一条细细的伤疤赫然在目 看到这儿 韩雪更紧张了 她双手哆嗦着 又扯开了孩子的衣领 在男男的肩膀上 是一个淡淡的胎肌 韩雪熬了一声站了起来 团团团团团 说完她又猛的一个回身 扑向了张家鹏 好你个张家鹏啊 你心太狠了 你是什么时候找到团团的 你居然不告诉我 你这个坏人 这韩雪的突然发作 把张家鹏也吓懵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韩雪怎么突然间拉着孩子 说是团团 她赶紧摁住了韩雪 你说什么呢 这不是团团 这是任小营的孩子 是男男 韩雪蹲下身死死的 把孩子抱在了怀里 什么男男 你再仔细看看 他就是我们的团团 这是我的女儿 韩雪疯狂的举动 早就吓得孩子是嚎啕痛哭 任小营心疼孩子 赶紧上来拉扯 你松手 这是我的女儿 这张家鹏也在一旁拉扯着韩雪 你放开 这真是任小营的孩子 是他前夫的 韩雪就抱着孩子死死的不肯放 是他前夫的 你想想 你看看孩子这条八 你还记得吗 那是孩子三个月的时候 你给他洗头的时候 磕坏的 我当时还和你吵了一架 你再看看这胎记 你记不记得 你还说过 这胎记真像一匹小马 韩雪的话 有如晴天霹雳 张家鹏一下子想起来了 是啊 自己的孩子头上 确实有一道八 肩膀上也确实有一个 小马一样的胎记 难道这个孩子 真的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难怪他和自己这么亲 原来是血浓于水啊 他回头再一看任小营 只见任小营脸色惨白 抿着嘴一言不放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再也无法收拾 在韩雪的坚持之下 张扎鹏拨通了报警电话 在公安局里 任小营一口咬定 这个孩子就是自己的前夫留下的 可前夫姓什么 叫什么 住在哪里 这任小营呢 却是闭口不谈 女子孤身抚养小女孩 拒绝说出生父是谁 你放开 这真是任小营的孩子 是他前夫的 DNA检测让父亲身份曝光 女子却反遭待遇 这个小孩正是五年之前 离奇失踪的 六个月的婴儿小孩 女孩绅士背后 究竟会牵扯出怎样的罪恶够大 偷走女婴 法律教堂正在播出 公安机关调取了任小营 在老家的户籍档案 发现任小营在和张家鹏离婚之后 并没有再婚 又通过当地的公安机关 去进行了排查 任小营老家的居民都说 这个孩子是任小营 五年之前带回老家的 当时他说 这个孩子是自己生的 是带回老家 让父母帮助抚养的 而带回去的时候 孩子刚刚七八个月 随着一份又一份的证据被调取 任小营的谎言 一点一点的被戳穿 在大量的证据面前 公安机关又委托了司法鉴定 对韩雪张家鹏 以及小宝宝的血液 进行了DNA鉴定 很快鉴定结果出来了 就像大家所预料的那样 这个小孩 正是五年之前 离奇失踪的 六个月的婴儿 小团团 时隔五年 小团团终于回到了 父母的怀抱 而任小营也被公安机关 正式逮捕了 眼看事情已经彻底败露 任小营终于打破了沉默 包带了小团团 被拐的真相 任小营说 当年他到了张家鹏的单位 就喜欢上了张家鹏 他知道张家鹏有老婆 有孩子 不可能跟他结婚 可是只要能和张家鹏在一起 哪怕做一个见不得光的情人 哪怕是跟别的女人一块 分享一个男人 他都认了 可没想到 就连这情人的身份 张家鹏都不愿意给他 在小团团出生之后 张家鹏就和他提出了分手 这次分手对任小营的打击非常大 他请了定驾躲在家里 在家里的这段时光 他除了一个人默默的流泪 就是偷偷的溜出去 围着张家鹏家的小区打转 有的时候他也能看到 韩雪一个人带着孩子 在小区里晒太阳 每到这个时候 他就充满嫉妒的远远的凝望 出世的那一天 韩雪推着婴儿车 带着团团出了小区 这任小营呢也紧紧的跟在了后面 看到韩雪把婴儿车留在了路旁 自己上楼梯去找人帮忙 此时的任小营突然间 涌起了一个念头 他要带走这个孩子 他不能让韩雪和张家鹏过痛快 就这样 任小营偷偷的溜了出来 把孩子抱走了 此时的任小营 还是因为一时冲动才抱走了孩子 他把孩子抱回了家 藏起来之后 他却发现 因为没有了这个孩子 韩雪和张家鹏的关系 变得非常的紧张 两个人不断的争吵 很有可能 因为这件事情就会分手 此时的任小营突然间意识到 自己无意识的一个举动 很可能会让他重新得到张家鹏 就这样 两个月之后 任小营偷偷的把孩子送回了老家 然后自己又回了单位 以帮助张家鹏照顾单位为名 留在了张家鹏的身边 再往后的发展 真的像任小营所预计的那样顺利 张家鹏和韩雪离了婚 又和她结了婚 她终于变成了张家鹏的妻子 可 真正做了张家鹏的妻子之后 她才发现 她所得到的并不是幸福 眼前这个张家鹏 再也不是当年她曾经爱过的那个男人 曾经的意气风发 曾经的温柔体贴 曾经的细心浪漫全都没有了 她得到的仅仅是一个失去了女儿的父亲 这个父亲是如此的绝望 她的内心被痛苦填满了 她再也没有力气去爱别人 就这样 任小营还是离开了张家鹏 回了老家 回到老家之后 面对着孩子团团 任小营却陷入了困境 怎么办呢 把孩子给张家鹏送回去 她不甘心 送人吗 怎么跟别人解释这个孩子是哪来的 没办法 任小营只好把孩子留到了身边 可没想到 这时间一长 她真的跟孩子产生了感情 跟孩子两个人就这样相依为命起来 时光飞逝啊 转眼间两年过去了 就在任小营觉得尘埃落定的时候 她没想到 两年之后 她竟然在 玉龙雪山之下 立江古城之中 再次遇到了张家鹏 任小营原本以为这次相遇是命运的垂涯 让这张家鹏和女儿妇女团圆 也让她和张家鹏啊 破镜重圆 可她没想到 接下来和韩雪的这次偶遇 却让一切真相打败 由于本案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因此 公诉机关很快对任小营提起了公诉 罪名是拐骗儿童罪 但是韩雪却对此提出了异议 她坚决要求按照绑架罪 严惩任小营 法庭之上韩雪提出 说这个孩子并不是任小营从她这儿骗走的 而是任小营趁她不备的时候 强行抢走的 那么任小营的这种行为 应当被认定为绑架罪 起刑点应当是十年 而不应当认定为拐骗儿童罪 因为拐骗儿童罪 她的罪名最高的量刑才五年 公诉机关如果这样起诉 属于明显偏袒任小营 是这韩雪说的有道理 这任小营当初是偷走了孩子 为什么公诉机关起诉的时候 起诉的罪名却是拐骗儿童罪呢 要了解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看一下法律的相关规定 根据我国刑法第262条的规定 拐骗儿童罪是指以欺骗 引诱或者其他方法 致使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父母 或者监护人 不能继续对该未成年人行使监护权 通过上述规定我们可以看出 构成拐骗儿童罪 其主观方面呢 并没有绑架罪的勒索财物的目的 也没有呢拐卖妇女儿童罪中的 以贩卖牟利的这种目的 其主观目的呢 是指的未成年人脱离其监护人或者父母的这种监护与管理 所以啊 他是对一种亲属权的侵害 回到我们今天的案件中 这任小莹之所以会偷走幼小的团团 本身既没有绑架的故意 也没有呢出卖牟利的故意 他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让韩雪和张家鹏失去孩子 那么这种主观动机之下 他所实施的到底婴儿的行为 就应当认定构成了刑法262条所规定的 拐骗儿童罪 最终法院判决呢 任小莹构成拐骗儿童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在整个的案件的侦查和审判的过程中 张家鹏一直非常沉默 他有点想不明白 自己的人生怎么会变成了这个样子 他恨任小莹 觉得都是因为这个女人 自己原本幸福的家庭 才变得支离破碎 可他又觉得可怜任小莹 这个女人之所以这么做 都是因为爱着自己 如果当初自己没有招惹她 任小莹肯定现在早就嫁了人 过着幸福的生活 张家鹏更觉得对不起的 是自己的前妻寒雪 当初孩子丢了 自己一心一意的以为都愿寒雪 如果不是她 孩子就不会丢 可没想到 这始作俑者居然是自己 张家鹏更觉得对不起的是自己的孩子团团 孩子才多大呀 今年才刚刚六岁呀 她却经历了这么多的波折 自己在做些什么 去安抑妻子和孩子 魅心的伤痛呢 判决下来的那天 张家鹏抱着团团 敲开了寒雪的家门 她把怀里的团团 送到了寒雪的怀里 满脸愧疚的对她说 亲爱的 是我对不起你 这些年你受委屈了 你给我个机会 让我一个后半辈子 好好补偿 你和女儿失去的这段时光 这番话说的寒雪是泪如雨下 她抱着孩子 扑到了张家鹏的怀里 是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 这场噩梦太长了 可是今天这一切终于过去了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再见 妻子出嘴被抓 却并不理改 好心人给丈子出主意 不如让谢兰生个孩子 这个人还能跑吗 生完孩子后 妻子却再次死奔 谢兰这一走 就是一个多月 就在大家都对谢兰离家住到 其以为常的时候 谢兰突然自己回来了 已私奔的妻子为何要回来 丈夫是否还能再次原谅妻子 妻子失踪13年 下期播出